中國疫情延燒 昨天全國本土的新增病例 超過一萬三千例 而其中上海就佔了八千多例 為了阻斷傳播鏈 上海全市今天是進行抗原快塞 另外核酸檢測 明天呢 另外在蘇州也發現了 全新的病毒變異株 中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再度攀升 四月二號新增本土病例 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六例 其中無症狀感染者 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例 這也是中國這波疫情 三月再度爆發之後 首度單日確診人數突破萬人打關 國家衛健委今天通報 昨天各地報告新增 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 一千四百五十五例 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例 其中疫情較嚴重的是 吉林與上海 吉林有四千四百五十五例 上海有八千兩百二十六例 其中上海無症狀感染者 高達七千七百八十八例 已經封城的上海 由於疫情繼續升溫 三號在全市進行抗原快篩 四號進行全面核酸檢測 上海市常住人口大約兩千五百萬人 這項檢驗計畫工程浩大 特別調集附近省份的醫護人員支援 希望透過全面檢驗 阻斷病毒傳染鏈 達到動態清零的目標 國家已經派了醫療隊來援助上海 那麼兄弟審視的醫療隊 首批的江蘇 浙江 安徽的醫療隊員 還有採樣隊員 已經先期抵達上海 另外中國江蘇的蘇州市疾控中心表示 三月二十八號在一個輕症確診病例 發現全新病毒變異株 三月二十八號發現的一例 輕型確診病例 其感染的病毒是奧密克戎新變異株 和全球已知毒株均不同源 當地政府表示這個變異株是 Omicron變異株 BF1.1的進化分支 目前在全球還沒出現過高度 同源序列的分支 當地研究機構正在進一步深入分析 比對當中 接著張崇 陳信龍 綜合報導